哎 卓卿您好 现在有什么话您可以说了啊 你调解 两个招呼都不打 你们两个 怎么怎么调解啊 让我骂击吧 叔叔您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那一个钥匙 对他们两人的态度 现在是什么 你们两个招呼都不过我们打 你们你们就走了 二十多天了 现在她见过她闺女吗 包括我之前 叔叔我问一下 你们 你们 好好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您现在希望他们俩还能过下去吗 我没看是过不下去了 她说这盗的品质太坏 您指谁啊 你说指谁啊 我们那儿媳妇 上没老下没小 什么东西啊 她骂我 她说是有时候 您对她说了一些 她觉得不太好的话 放屁那是 她骂我 喂 爸 你让妈接电话 喂 阿姨您好 你好 老爷子有些生气 我说那个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怎么那么生气呢 没关系 就是 您看这个 跟儿媳妇之间 也发生这么多次冲突了 对吧 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怎么就会这样呢 我们可不敢说 总体来说吧 一言难尽 这个儿媳妇吧 我儿子领回家来 我儿子很喜欢他 我一看我也很喜欢他 我就滥自下决心 也给他表个态 我说你来到我们家 我们团家人得好好带你 好好疼你 他来到我们家 没擦过一次地 没打扫过一次卫生 可以说我是一腔热情 反而就是说 弄得浑心上下 全都是不是 就是如果说都做得这么好了 后来会成为现在这种局面 矛盾会闹得这么大 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性格 他的体系 他的道德组织 我有那个异症 是要把一般情维下吧 就是说发落不起来 我问一下您 就是现在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就是现在对于他们两个人 目前这种状态 阿姨您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 我不想短了 他们的事 让他们自己决定 好的 明白了 谢谢您阿姨 不多打扰 谢谢您 你好 你好 相较于卓先生的父亲而言 卓先生的母亲倒是克制了很多 但也委婉地表达了对儿媳的不满 也就是这通电话 让高女士的情绪越发地激动起来 自他的爸爸说我道德品质排坏 我敢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他的父亲 高女士的这番态度 让现场的观察员廖喜玉有些着急了 她迅速拿起了话筒 想要和高女士谈一谈 也就是她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高女士在调解现场 情绪一度失控 我开始一直在想找理由 替这个媳妇说上几句话 可是刚才听到你婆婆的这一番话 我改变了 我很想跟你沟通一下 好吧孩子 我觉得你是一个喜欢赌气 真理不服输的一个女孩 动不动跟老人家相骂 一手挖刀 甚至是持着剪刀 我该怎么做 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 你的丈夫完全是依顺着你 你们两个人不是出来租住房子了吗 婆婆还是这样跟你带着孩子 老人的内心中 他们会想什么 我觉得人类不应该是认识理 不懂得去包容老人 不懂得怎么去调整自己 很多的气 很多的委屈 那你叫活该 我想说 其实不管我从情感上 还是金钱上 我都 没有说 做亏对我自己良心的事情 和任何的事情 今天是我坐在这里 如果说是你们的女儿 如果说是你在那个环境下 你相信我今天你是我的女儿 我绝对不是这种狗鸡 跟你说话 我真的不录了 高女士很激动 她接受不了观察员廖喜玉 对她这样的一番评价 我尊重你的说法 但是 好好听一听 我站在房间里 我只是在跟我的老公 在说 那生活总要继续吧 再说了 我又没有跟她吵什么 过分的事情 对不对 那她的父母就无缘无故 冲过来一顿骂 我是一个正常人 高女士一再强调 公婆对自己无缘无故的谩骂 是她完全不能容忍的 换作任何人都是无法接受的 而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调解员 也替高女士感到委屈 可能高女士听得到现在为止 会觉得很冤 其实我也替你在冤着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矫情 或者说有点放大 我就觉得这里面很多不容易 是很难去说出来的 家里面有一位老人 有抑郁症 他们在观念上来讲 一般是比较自我的 对人群 他们很依赖 尤其是对别人的评价 反应特别的敏感 由于依赖 但是内心也不是那么的自信 所以他们就转化成一种 尖刻的挑剔 这样的话 其实给你的婚姻 带来一个天然的难题 你的一言一行 其实是已经尽了你的本分 但会莫名其妙地被别人误解 这一点呢 对你来讲绝对是始料危机 那这个时候 在你这边 我要提醒你两个问题 第一 你可能还没有思想准备 或者知识上的准备 去面对这个特殊人群 第二个 你是一个自己做好 不太解释 更不宣传的 这么一个性格 为什么你婆婆会觉得冤枉 她也有她一定的道理 就是她看到的是一个 不太说话 跟她的沟通 主要是在面上 这么一个媳妇 所以如果你没有主动地 全面地把你的内心抛给她看 并且用她听得懂的方式 让她明白过来的话 她对你的误会 甚至伤害 随时都可能拿出来 以我一点点小小的经验的话 你要跟抑郁症的患者 真的要交心 要让她在你面前感到安全的话 你必须是展现出你的弱点 然后把你的弱点 为主要内容 和她好好的交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确实需要 卓先生大力地配合 但是之前她也不知道 我听到你父亲的电话 我就为卓先生 我感到同情了 这很难沟通 太难沟通 首先你们两之间 要结成联盟 黄姐起来之后 找到方式 慢慢地让老人们感到安全 我绝对认同 吴老师说的这些话 为什么廖阿姨 说那话的时候 我很激动地站起来 说好像都可以说得很好 但是当你真正 进入那个家庭 面对他们那三个人 会真的特别难 这些话题 那些话题 感谢观看